我们全家聚会都在一起吃饭 吃饭就是为了孩子一点小事 我可能说了孩子一下 当那么多人 他就跟我大吼大叫的 当时我都跟他实演一次 我一想你别说了 别说了 你看我家人都在这了 你还说什么 他又继续往下说 你说你想想 这样我家人怎么想你 你看行 这怎么伤亡孩子 是我姑娘胖了四个多金 怎么嫌弃我姑娘了 怎么现在还对我姑娘 大吼大叫的 以前怎么没有过 你让我家人怎么想你 你看看 我就是是闪门大一点 到你家人说话就 闪门大了就等于哄了 反正你看我家人为啥 对因为我生孩子的时候 他是第四天回去的 我第五天出了院 就是我当时我都不理解 何况我家人肯定会不理解 肯定会对他有意见 直到现在吧 我家人肯定多多少 对他有意见 你看生孩子第四天回去了 又对我大吼大叫 为什么生孩子第四天 因为当时 紫家庄那边 有一个合同要签 那边有个招标的合同 然后我就就去了 所以到晚了孩子 就敢巧那段时间 孩子出生 但是我第一次 我听到以后 我也是马上买了票 赶回去了 我也算不准的 孩子什么时候出生 行吧 从这事开始 一直也就耿耿于怀的 所以我听这个用词最多的是四十斤 对 好像这个自从生完孩子 多了这四十斤肉之后 你觉得生活天哪 半天覆地了 是吧 所以今天来这儿是让老师给你捡捡肉 还是 您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就是让他改变一下 像以前对我那么好 把这些臭毛病都改掉 对我的家人 对孩子吧 也伤心一点 生完孩子之后 夫妻关系怎么调整 然后工作和孩子之间的这种 精力分配 应该怎么分配 其实挺难的 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我们一起进入 新阳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我其实在微博上 有很多人私信我问一些 关于情感的问题 其中最多的就是 我的 我们一起进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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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逻辑反击 就是不管 我不管你说什么 反正你就是不爱我了 反正你就是对孩子不好 反正你就是对孩子都抠 对吧 到最后 你们是没有矛盾调和那一天 因为你们不在一条线上 把那些什么道理啊 什么愤怒啊都抛开 核心到底是什么 其实很简单 你觉得他嫌弃你了对吗 对 你嫌弃他吗 没有 产后的身材发生变化很正常 非常的正常 为什么我们没有去共同面对这件事情 你抗拒共同面对我跟你说 真的 蔓女士 你虽然你会问 你是不是嫌弃我了 但你抗拒这个答案 如果他今天说出一句 是的 我嫌弃你了 你会觉得世界崩塌了 这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做好准备去面对他 包括他也是 你可以去帮他带孩子 以便让他减肥 你可以去帮他想办法 有没有更好的速身的方法 今天回去两个人再好好地聊一聊 我们要共同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谢谢